请问你们在哪里 这里 这里是哪里 稻田 没错这是稻田 今天北海慈济幼儿园5岁和6岁的小朋友 在老师与家长的带领下 来到北海这一片绿悠悠的稻田 体验田野的生活 除了课本抽象的学习 今天孩子可以清净大自然 透过接触更具体了解植物 接触植物之余 农夫叔叔也让孩子们知道 农夫们常用的耕种道具 我喜欢那边让小朋友去亲自体验那种稻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他真正接触大自然 不然只是这样站站看看 好像他还没有那种感觉 真正了解那个稻田野 然后会感恩 好像农夫他们辛苦种到你 我要感恩他 感恩他什么 他每天往生早上做工 他要装米骨 米骨给我们吃 时候不要掉伞绿 要洗衣服 从了解到体会 北海慈济幼儿园这群小朋友 除了了解稻米的种植过程 也体会到农民的甘于苦 让他们更懂得珍惜 盘中的每一粒范粒 带来新闻马来西亚北海综合报导